美国副总统贺锦丽6月16日宣布 拜登政府的医疗补助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延期 并将23.5万名父母的产后医疗补助保险从60天延长至一整年 由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批准 12个月的产后保险覆盖范围将扩大到缅因州、明尼苏达州、新墨西哥州和华盛顿特区的父母 这将包括每年1.5万人 目前加州、佛罗里达州、肯塔基、俄罗冈、南卡罗莱纳、田纳西、密歇根、路易斯安娜、维吉尼亚、新泽西和伊利诺伊等州的父母 已经获得12个月产后保险 6月16日,美国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在报告中称 美国30年期平均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从上周的5.23%升至5.78% 为1987年以来最大单周升幅 DQ News6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南加州购房者对抵押贷款利率和通胀上升已作出反应 5月份的房价趋于平稳,但成交量降至20470笔 较4月份下降4.8%,同比下降16.2% 销售数据是自1988年以来5月份最低的记录之一 目前,房屋的中位价格为76万美元 与4月份的历史高点相比没有变化 与2021年5月相比,上个月的中位数仍上涨了13.4% 不断上涨的房价和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的双重打击 使得典型的房屋月供至少上涨了40% 达到3188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每月2269美元的水平 且还不包括税和保险 房屋月付的飙升也增加了代售房员的库存 6月14日晚间,南加州El Monte市两名警察在一起枪战中殉职 当时,他们正在一家汽车旅馆响应可能的持刀商人事件 官方15日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42岁的夏氏迈克尔·帕雷德斯和31岁的警官约瑟夫·桑塔纳 两人都已成家,并育有多名子女 桑塔纳在圣伯纳迪诺县警察局工作了三年 刚刚加入El Monte警察局 在此地巡逻还不到一年 帕雷德斯是该部门的资深警员 他在El Monte警察局工作了22年 于2000年7月宣誓成为一名全职警官 El Monte警察局外 民众在这里献上鲜花、蜡烛和表示慰问的留言 以表悼念之情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6月15日表示 将出席本月底举行的北约峰会 他也将成为首位出席该会议的日本首相 据悉,岸田文雄将在会议上呼吁北约 把注意力转向亚洲 还宣称,包括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在内 将日美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 北约峰会将在6月29日和30日于西班牙举行 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将参会 此前有消息称,日韩双方很有可能在峰会期间 时隔两年半再次举行首脑会谈 两国遇冷的关系能否借机得到改善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不过,岸田文雄称,目前还没有任何决定 进入6月,多个中国国内航司宣布 副航国际客运航线 截至6月15日 中国国航、海南航空和首都航空已宣布 在6月恢复5条国际航线 分别为重庆至罗马 深圳至温哥华 北京至布鲁塞尔 成都至加德满都和西安至里斯本 涉及北美、欧洲和南亚地区 这是自5月底提到 有序增加国内国际客运航班 制定便利外企人员往来措施后 首批落地恢复的国际航班 此外,国际航班的熔断规则 也做出了一定调整 国际航班熔断规则中 确诊旅客人数统计日期 自航班落地后7天 调整至5天 多位航司内部人员表示 该政策自6月1日入境日执行 目前,航司方面已全面落地此政策 电源时,航司方面认为 叵航班 出面? 电源时,航司方面在ados 电源时,航司方面